手机镜头市场进入门槛相当的高 金国光表示手机纯塑胶镜片已经拿到门票了 广角500万画素的第一张订单已经开始量产 今年从品牌方案以及模组厂全面建立关系 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预期今年下半年就可以慢慢开始发酵